小田鼠黑点住在一棵很古老的枫树杆下 这棵枫树很古老 黑点从没绕着它的根部跑过 因为它觉得那路一定很长 这棵枫树风姿超渊 不仅在五月就开始枝繁叶茂 而且秋天来的时候 它的色彩艳压群芳 附近其他的枫树是浅红色或暗红色 唯有它是橘红色 它的红色里仿佛掉进了其他树的绚烂的黄色 又好像调进了阳光自己的金色 树上有十几根鸟窝 住着不同的鸟类 有一只绿色的小鸟是黑点的好朋友 树根另一端的树洞里住了一只棕色的野兔 黑点最怕的是这里的狐狸和鹰 它不喜欢的还有一些浣熊 好在这些家伙并不住在这一带 但一年总有那么几次它们会出其不意地经过这里 小田鼠黑点是一个勤劳的小家伙 它总是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它居住的卧室每年都会换新的干草 铺的厚厚软软的 很是温暖舒适 它的几个储藏室已整理得清清爽爽 一年四季都有食物 分类摆放在不同的房间 它定时会把食物的残渣在夜里运到外面扔掉 顺便在外面的草丛里侧耳倾听一会儿曲曲的歌声 感受一下风 穿过草间的凉爽 黑点以为日子会永远这样下去 直到有一天 一阵阵可怕的声音使地面开始颤动 这里要建房子了 黑点的邻居们纷纷搬家 只剩下黑点还在犹豫 黑点没有打算走 它太小了 没有翅膀 它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才能逃离那些可怕的轰隆声 它默默储存了更多的甜块精和一种很香的草种子 有生以来第一次 它绕到了大树的另一侧看了看 发现连兔子也搬走了 当轰隆声日渐逼近的时候 这棵漂亮的大树已经鸟去镂空 黑点默默地堵了自己的洞口 它知道自己得潜伏一阵子了 黑点在出来时外面已经大变样了 那些散发着清香的草丛不见了 地面平整如镜 到处矗立着人类的房子 但黑点没想到的是它的大树居然还在 那些人类居然保留下了 离这棵的远处还有几棵大树 但它根部的草被割过 只剩下了一小圈被砖围着黑点洞穴口对着一幢两层高的红砖房 树的背后则修成了一条笔直的路 夜里那些房子黑须须的在黑暗中无声的悬着 黑点很害怕在周围探索了一番 它的食物储存不多了 若周围找不到食物来源 它只能冒险搬家了 黑点发现红砖房的后面竖起了栅栏 但栅栏外就是它熟悉的荒野 它的那些甜快精和很香的草子都在 红砖房里很快搬进来一家人 五岁的妞妞和块头很大的哥哥 还有很帅的爸爸和微胖的妈妈 外加一只黑灰条纹的大狸猫 后者着实吓到了黑点 黑点虽然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猫 但凭直觉 它知道这一定是个危险的家伙 黑点发现那只大狸猫傍晚会出来玩 因为那时候其家人也都在出来玩 一天吃完晚饭 妈妈坐在门前台阶上看书 爸爸给植物浇水 妞妞在跳绳 大狸猫趴在妈妈脚边 黑点正在向洞外窥视的时候 那只大狸猫突然从妈妈身边站起来 不慌不忙地朝黑点的洞口夺过来 黑点向洞深处缩去 尽管它知道 大狸猫不可能把它从洞里抓出去 毕竟对于大狸猫来说 这洞实在是太小了 无法施展它的力量 大狸猫还是试着把鼻子伸进洞口 它的鼻尖湿漉漉的 带进来的一种气味 让黑点恐惧地浑身颤抖起来 大狸猫开始用一只爪子刨洞口 这时妞妞发现了大狸猫的动作 妈妈 咪咪在跑土妈妈按了一声 继续看书 这时哥哥跑出来 妞妞赶紧告诉哥哥 哥哥 咪咪在跑土 哥哥扫了一眼正在跑土的狸猫 转向妞妞 嘿 我在后院发现了一个大蜘蛛 你想看吗 妞妞扔下正在跳的跳绳 跟着哥哥跑了 大狸猫又嗅了嗅洞口 放弃了追捕黑点的打算 也去找兄妹俩了 大狸猫 自乎对黑点的兴趣并不大 她每天出来时 只是在台阶上 懒洋洋地趴着看兄妹 后来大狸猫 再没有到树底下来找黑点 黑点也渐渐忘却了恐惧 这一天是星期三 是市政府收垃圾的日子 睡觉前 哥哥把整理好的可回收 与不可回收垃圾框 都摆放在门前 又把食物垃圾桶摆在他们旁边 后来妈妈又出来 把一块她认为保存得太久了的奶酪 直接扔进了绿色的食物垃圾桶里 这天夜里有两只 许久不出现的浣熊寻味 走到门前 打开了妈妈没关好的 食物垃圾桶的盖子 把里面装食物垃圾的塑料袋拖走了 等周围一切 重归安静 黑点探出头来 她闻到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味道 她不喜欢树叶间 透下来的细碎的路灯光 就尽量沿着树影 来到垃圾桶旁 她爬上矮的可回收垃圾框 爬上开着盖子的 食物垃圾桶的边缘 那里面的东西就是黑点要找的东西 食物垃圾桶本来被浣熊拉得倾斜了 但当黑点一进去 那桶就立了起来 黑点差点被吓死 但那块奶酪发出的奶香味 让黑点暂时忘却了恐惧 她咬了一口奶酪 那润滑的浓香 让黑点真想把自己 已融化在那里面 等黑点吃饱了 才发现她无法爬上去了 食物垃圾桶的桶壁太光滑了 连一点割脚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天清早 爸爸掀出来了 为的是上班前 给自己种的浴金香浇水 看到垃圾桶开了 地上还有灵星散落的食物垃圾 爸爸喊哥哥来收拾 哥哥没出来 跑出来的是妞妞 妞妞往捅力看了一眼 立刻兴奋起来 报告说里面有只小老鼠 这时哥哥闻声跑出来 看了一眼黑点 然后跑去后院取来一根棍子 妞妞正在观察黑点 忽然哥哥让她闪开 说自己要把老鼠打死 妞妞大惊 开始尖叫 不许你打死它 是我发现的 爸爸爸爸只好走过来 看了看黑点 这是一只小田鼠 放它走吧 哥哥不答应 老鼠会传播疾病 啊 妈妈 妞妞要有我的手 妈妈从屋里走出来 怎么回事 赶紧吃早饭上学了 一只小田鼠 大狸猫跟在妈妈身后挤进来 跳到可回收垃圾框上 然后立起身子 把两只前爪搭在食物垃圾桶上 看到黑点 它激动不已 恨不得一爪抓过来 妈妈再次表示该吃早饭了 哥哥和妞妞僵持着 大狸猫明显看出 哥哥和自己是一个立场 不停地看看统笠 再看看哥哥 爸爸和妈妈都表示 应该让小田鼠走 哥哥很生气 爸爸只好采用镇压手段 问哥哥收拾好没有 否则自己开车走不等他了 哥哥只好把罐子放回后院 临走不忘 朝妞妞做威胁的表情 妞妞因为自己胜利了 而不和哥哥一般见识 等哥哥进屋后 就把大狸猫也拖进房子里 关上了门 妞妞和妈妈一起把垃圾桶放倒 黑点快得如像一束光一样 从桶里闪出 直接钻进了自己的洞 原来她住在树底下 妞妞欣喜地说 好了 妈妈拉拉妞妞的小辫子 你也该去上学了 要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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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在你